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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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也几乎就是不太会去聊心事这一块 所以就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然后还有就是知道要怎么样去 支持对方很重要 他想邀请的来宾是 就因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就很常看他写的书 网红伯恩 谢瑞松的儿子谢和翰 三十四岁开过Uber 他因为尿毒症引起血管钙化 心脏装上支架 目前正在等患肾 有一次而已 这一次还可以吃而已 这一次还小嘎的 小嘎的 下个月会想一下 谢和翰的老婆刘欣怡 二十九岁 家庭主妇 跟老公是欢喜冤家 两人离了又再结婚 生了两个女儿 在嘉宾上门前 一起来认识这家人吧 要了就是他放的位置 还有几千的位置 拜拜 听得懂 听得懂啊 走 来带阿公 不是哦 对啊 阿公 今明节 一连和瑞松一起带着小孙子 来祭拜去世的先生 一连的丈夫杨中龙 已经过世二十六年 他是西餐厅的情师 绰号小杨 小杨在论情西餐厅大火中丧生 留下七岁的儿子凯轩 跟八个月大的女儿子起 小杨一直在一连心里 当他跟瑞松交往后 也跟小杨报告过 这个谢瑞松先生 一连心里十五年 搬家时顺便宴客 但一直没去登记 因为两人都有再婚的恐惧 我不要乱汉的承诺有没有 这一辈子汉朋友承诺太多都吃亏太苦 何况这爱情的东西有没有 一切随缘 我常跟他讲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我在强求一张结婚证书 也不能代表什么 也不能保证 就是大家彼此的一个信任 瑞松跟一连总是彼此支持 这一天 瑞松还陪着一连 来看他王夫小杨的爸妈 一连的婆婆已经卧病在床 公公还很健朗 小杨的爸爸杨昭成 过去也是在五星起饭店 表演的拿卡西乐手 杨爸爸想起小杨还是很不舍 一群小孩的幼儿照片 心情很高 他在想起 还说阿丹也很好 很聪明 平安在床上都很赞 来来来 照片子很高 五年都很高 人家放在床上 从楼上收起来的上头 他没有 早上楼 没有人家说话不吹 人家说那些人 做得很厉害 弄不过 他突然现在休息 去醫院 去醫院 小孩子就丟給我媽 我就去醫院 醫院太平街一看到 我就昏了 後來我就不知道 事情完之後 我就幾乎 瀕臨那種 快要 瘋掉的那種階段 然後一回家就 歇斯底里大吼大叫 一直講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我現在人這麼好 會發生這種事情 就顧天牆地 反正我兒子就被我嚇到 嚇到有一點口氣 開始就躲在牆角 就講一下話 可能就 我可能 怎麼 就是會解八 就是會 會停隊一陣子 然後猜獎 因為畢竟自己媽媽 可是 可是 可是多少要幫忙 幫忙 他 至少要講什麼 也不要去 反抗什麼 小楊的離開 讓原本開朗的一連 變成六神五主 反正我那時候 天天就想死而已 然後 開始騎著摩托車 或 橫衝直撞也不會死 然後醒來又 不知道在哪裡 反正那段時間 我就自己 所以回想起來真的是 已經 接近那種精神 崩潰邊緣 崩潰邊緣 這樣的生活 因為一場夢 而有所改變 後來就是我先 夢到他回來罵我之後 我才 兩三次 回來之後 我才做好 然後 亞修跟他講說 我不會想不開了 你只要給我力量 讓我養到他二十歲 有沒有 所以我才開始 那時候已經 差不多經過 九個月 二十四個月左右 決定重新過生活的一連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 認識了瑞松 會和他圓飯 你看也是透過一個大陸妹 認識的 瑞松口中的大陸妹 其實是一連的客戶 他請瑞松幫忙 帶定產品 瑞松的朋友 看一連送過來 就留他下來吃飯 因為我朋友都知道 我沒有女孩子 結果那個 那個孫總 他比較年輕 他五十年次的樣子 他也講 老謝 有女孩子 叫他一起來吃 我說好吧 那就叫他一起來 一夥人經常吃飯唱歌 兩個人彼此也有好感 在一次卡拉OK聚會之後 主動出奇的是一連 難得那麼高興 他也跟著人家喝了兩杯酒 結果十一年多要結束的時候 他裝醉吧 是 載他回到中壢 我說你的車子在這裡 你可以回去嗎 我說乾脆我載你回去好了 明天再來拉車 他說沒關係啊 隨便你 反正我就沒有這個經驗過 他就這樣 一烏一烏到最後 實在沒辦法有沒有 他又醉他又不行了 又不走 我問他說走啊走啊 問了三四次 那我也沒辦法了 再問下去我也不知道幹嘛 他想說隨便我吧 隨便我那怎麼辦 那只好幾歲的人了對不對 那我只好 就總是要睡覺啊 結果跑到那個中美路 那天堂而已 那我帶去 我那時還會發抖 談起瑞松的最愛 其實是打麻將 今天的牌咖外甥女子芸 他把舅舅跟最愛們的關係 分析得很精闢 舅媽我都認識 兩任舅媽嘛 所以我覺得那兩任舅媽 是非常不一樣 應該是這個舅媽比較 能夠接受他的不良的嗜好 甚至把他當成生活樂趣 甚至有時候講話很大聲 他說你舅舅可以讓我快樂啊 快樂喔 可是別人看起來不覺得快樂 可是他覺得快樂 你為什麼會喜歡我舅 其實有一次喔 謝老師講話非常直白 他說我永遠記住 因為我舅感覺就是不浪漫的客家人 他說我就在某方面 讓他非常的快樂 床上很快樂 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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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他是一個 比較老初那樣 因為我失去的是伴 那我要的是可以陪我的伴 除了愛打麻將 瑞松也坦承自己不是一個浪漫的人 真的是滿愧疚啊 真的很不懂的浪漫 老婆小心哈 早點回來哈 我這些我不會 對 我只是小哥 該回來你就回來 我也不喜歡這樣 我沒辦法 兩人不斷磨合 最後一連尊重瑞松的麻將嗜好 瑞松也能尊重一連的過去 是兩人的相處之道 我就很自在地跟他在一起 我不會去隱藏我的情感 說我要把我的先生忘記了 然後現在跟他在一起 就是不能提到他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還是會一直懷念 會一直提 或是有時候跟他聊 跟他那個 他也不會說感覺不耐煩 或是說你怎麼都一直提你 以前的先生這樣不會 我們沒辦法說 你要到哪邊 我再跟你過去那邊照顧 那是不可能的 瑞松是在對誰說不可能 別走開 廣告後回來 誰來晚餐 誰來晚餐今天拜訪的是 謝憶蓮和謝瑞松的重組家庭 沒有辦法用刷了 不要用 精油 流出來了 頭也可以刮 刮一刮這個眼睛就亮了 易蓮跟瑞松本來以為 各自的小孩都成年成家之後 能逍遙過生活 但他們常為子女傷腦筋 兒孫自有兒孫虎 我跟他講 這是最後一次陪他 有沒有 謝憶蓮講 每個人都有子女 對不對 那我們奉陪 我們已經照顧到陪他走到什麼程度 就像我兒子也是一樣 你下次再怎麼樣 你了不起 你要我們那個的話 你就回來拚多 兒孫自有兒孫虎 說得比做得容易 說得比做得容易 瑞松跟易蓮的生活日常 還是得幫孫子拔屎把尿 好 謝憶蓮哥 你會幫忙換尿布嗎 怎麼樣 好 你會幫忙吃 換 他幫忙抓腳 換尿布有換過 沒有 大便就搞不定了 我不是講 我的思維有沒有 一切隨緣 我不會說自己的小孩 自己的孫子 或是自己小孩在換 只要別人的 只要我心情爽 對不對 我就來做 其實陪著女兒帶孫子出門溜溜 也是一臉感覺幸福的事 包餃子包餃子捏捏捏捏 切切切切 捏捏捏捏捏捏 捏捏捏 這一天 子起的前夫 把大兒子婷婷拖給媽媽 母子三個度過開心的午後 爸爸跟媽媽 爸爸跟媽媽 爸爸媽媽媽 媽媽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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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換你 換你 換你 你一定要加嗎 很重耶 你知道嗎 媽媽吃一個 馬上就好了耶 你是 你是那個 媽 你今媽要醬的耶 子起做了擔心媽媽之後 才了解一連當年 帶兩個幼年小孩的辛苦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相處時間太少了 所以就是我不太 其實我沒有很了解我媽的個性是什麼 然後還有她在想什麼這樣 所以就是 我們 在我小時候就很常會有一些很多爭執這樣 哥哥凱軒回憶起子起國小被霸凌又不敢說 回家情緒爆發 那一次好像是我媽媽好像去 去她房間 然後不知道一直一直唸 唸她說她 就是東西很亂 然後衣服又沒折 然後一直唸唸唸 然後唸到她 唸到我妹皮勞轟炸 然後她就 她就可能說 不知道回她什麼 就你不要管我幹嘛 然後她就很生氣啊 然後重去那個廚房拿一把那個 想要拿菜刀 那時候就威脅我 一個她要死給你看 拿著大菜刀 然後我嚇死了 從此我家不敢放菜刀 然後一個就是她不獨 那你只好不獨 子起未滿一歲時父親過世 直到十二歲那一年 生活裡突然出現了一個爸爸的角色 跟我媽媽在一起的時候 是我那時候叛逆期的那個時候 所以就是突然有一個男生 然後要進到我們家 就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時候我也在青春期吧 就是會比較敏感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就是覺得就是 就有一種可能媽媽被搶走的感覺這樣 對啊 然後就那時候就家裡 就是有經歷一些反彈跟那個 就不適應這樣 講過最重的話是有跟阿伯說 就是他因為你 就是你不是我爸爸 為什麼要管我這麼多 當時已經成年的凱瑄 對於媽媽交男朋友比較支持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太大的反對 因為畢竟他 畢竟也是 也是可以 可以習慣我媽媽這樣的 或是忍受這樣的話 那他也可以照顧他 那也是很好 子起原本無法接受瑞松來瓜分媽媽的愛 後來看到一連和瑞松的相處而有所改變 就是媽媽以前 在我小時候是比較嚴格 嚴厲 然後他也 所以我印象中他也很少有什麼笑容 或者是他開心的時候 然後就是基本上 都是在 可能在罵我們啊 在凶我們什麼 可是在他 之後遇到阿伯的時候就是 就是漸漸會有一些笑容 然後比較開心啊 因為阿伯又很會 又很會鬥他笑 離婚不久的子起 打算離開台北傷心地 到台灣最南端 重新展開新生活 媽媽和阿伯無條件的支持他 阿伯要搬家人咧 懂嗎 謝謝阿伯 好 好 你現在才好 很重啊 哎呀 這叫超人 陳莉你超人 陳莉你超人 陳莉你超人啊 你這樣會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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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掉啊 你放在後面那個吧 那我要坐啊 我抱他啊 你會抱他啊 那這個先放下來 放後面 子起順利的在屏東 找到一份社工的工作 現在他最大的願望 就是工作穩定 好好撫養均均長大 瑞松是屏東新皮人 他跟一連計劃 退休後回到屏東定居 瑞松大姐卻覺得這個計劃很難實現 我說你們在渡是習慣了啦 你們現在回來會很無聊啦 他就是 假男年年輕做到老沒有去田裡好像 感覺怪怪的啊 啊 不是 那我骨頭暈暈的啊 我是不會無聊啦 姐姐 我沒有什麼優點啦 就是 比較困難的啦 比較勤勞啦 他沒有什麼缺點啦 就是 比較大 瑞松的大姐跟一連一起幫瑞松安排他退休後的生活 那邊有一個老師退休的去那邊打麻將來打二十塊的啊 哈哈 二十塊五十塊的啊 那快白白了 不是 只是說 那個 殘障人士人了吧 這裡打牌都是殘障人士 都殘障人士啦 對啊 它很簡單 打一個禮拜就光了 為什麼 殘障人士補助才幾千塊啊 那打一個禮拜就說什麼沒錢的就休息了 不是 不是一個禮拜 然後殘障的人 十號領錢 我就怕金球 然後我們老年能進二十號領錢 到月底的時候 又沒有錢了 我搬回來就養生了 就是做運動這些還能做什麼 或者做工作是不可能的 找找我以前的老同學 灰灰面 然後趕找新的四號 然後久了之後可以選這個 就是不要打牌 我回來被他們被盯上怎麼辦 你有沒有號廣告什麼 你們知道我要回來住嗎 我還沒有化妝呢 你給我化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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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金碧見過的香蕉好吃 對 很愛聊天 然後就是隨便露唱 遇到誰都可以聊 很厲害 瑞松與易蓮的退休計劃 其實提早了三年 原因是為了要方便照顧小孫子 這個小不點 這才麻煩 看看她媽媽會不會改變 對不對 會不會化妝可以照顧得到 讓她阿嬤可以自由飛翔 要不然在綁著你說她講說她不會累 不是你累不累的問題 對不對 畢竟呢 我就講到句話 兩個人想要好好做 我們愛做的事情 她媽媽的都... 麻煩喔 瑞松嘴巴雖然這麼說 但是祖孫的感情卻出奇的好 吃 吃 自己吃 吃 我們要煮飯了 好 而住冠城市便利生活的易蓮 是不是會有適應上的問題呢 這個環境很習慣 因為我以前老家比這個還鄉下 是在深山裡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一直想要 回到...回歸大自然的感覺 帶你去演 好 看要採什麼 要檳榔隨便你採 真的 果園啊 對啊 菜還有菜 玉米 蔥 龍西菜 都吃不完 你看 番薯葉 這個秋葵 還有什麼 這個...這個... 這個現菜 現菜 想一想真的很開心 回歸那種簡單生活 不要做那個... 東西的奴才 所以我現在就開始... 送 全部都送 明包 皮包也送 全部都送 那他們為什麼挑 你不挑我 真的嗎 你那麼老 要怎麼挑 父子兩人到底為了誰而爭執呢 誰來晚餐 馬上回來 誰來晚餐 誰來晚餐今天拜訪的是同居15年的毅蓮跟瑞松的重組家庭 過去幾年他們經常一起環遊世界 沒想到60歲了 反而不能出遠門 得幫女兒帶孫子 不只是毅蓮的女兒需要幫忙 瑞松的兒子何漢也令人擔心 瑞松過去是這家機車行的老闆 後來哥哥向他租店面來經營 兒子何漢結婚前就住在這兒 婚後才搬離 下車好 到裡面一點 好準備 下車也方便吧 何漢的腳是因為尿毒病發症而萎縮 小時候腎臟經常發炎 國中就得了痛風 他洗身一年多 正在等著換腎 幾次昏倒送急診 心臟也裝上支架 躺在那床上 剎那就覺得是 所有的眼睛都在看著你 看著你 奇怪為什麼你會躺在這床床上 為什麼為什麼 就感覺一堆的為什麼在吃 在看著你 然後好像我要不要回答 心裡面很多的內心心 我覺得其實 有點快崩潰 瑞松賣保險多年 看盡了許多生死離別 他很坦然地告訴我們 他心裡已經準備好 如果哪一天兒子真的離開 我就是會克制自己 以平常心就對了 我不會說過婚的激烈的 那種反應有沒有 像我媽媽走的時候 我大哥就在搖啊哭啊 我不會勒 我第一個就想到有沒有 趕快要找哪一個殯儀館 有沒有 後事要怎麼處理 因為畢竟我們也沒有死過父母 是不是 那像兒子也是一樣啊 第一次啊 像我也是 心裡有在準備啊 我也有在問那個有沒有 一些道事 因為怎麼講 完備 馬上我們做 父母親的要怎麼處理 我會去先找好方法 或是怎麼樣 和漢和前妻心儀離婚再結婚 前陣子 和漢身體狀況不好 進了加護病房 他的大女兒珍宇 交給瑞松和易連照顧 於是兩大兩小一起回屏東 屏東好熱喔 媽媽要去加薪碗 去糖果 阿公帶你去糖果 你看他們都買零的 去糖果買 你不是要加這個 好不好 走 好好吃喔 好涼喔 給我吃一口啊 好 自從子啟搬到南部 與兩個小孩子的見面時間 就相對減少 一連把握每次回屏東的時候 帶菌菌與子啟團聚 媽咪在哪裡 媽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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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誰 嗨 媽咪 我傻呆了 哪一個 多久沒見到嗎 差不多三個禮拜 經歷與人生不斷的選擇 子啟很有感觸 就是二十初的小女生 然後要轉變成一個 女人的階段 然後甚至成為一個母親 就是 這中間的轉變還蠻大的 昨天送給媽媽的那個 母親節的小禮物 媽媽一個 妳送媽媽什麼 妳送媽媽什麼 親一個 親一個 不親一個 親一個 她只是單純想拿花而已 漂亮不漂亮 這麼大便 瑞松和一蓮 雖然目前無法輕輕鬆鬆 過著兩人世界的退休生活 但幫忙兒女帶孫子 也找到了生活裡的小樂趣 今天是神秘嘉賓到訪的日子 一家人起了大早 出門採買 客家小草要逛多一點 要逛多一點 才好吃 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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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靚靚靚靚靚靚 這一天子起的前夫 沒空帶小孩 大二子挺平也剛好 可以跟媽媽弟弟一起逛市場 哎呀 太餓死了 對 應該要被弄死了 來去斯門山買青菜 那個在地的 阿婆種的青菜 一連的食材清單 露露等 我今天做的都是客家菜 客家小草 滷豬腳 因為要吃的滷豬腳 然後 然後 客家豆腐 然後 泰國蝦 泰國蝦 泰國蝦是她兒子 指定要的 然後 還有 酸菜筍肝 都已經煮好了 一連是廚房裡的完美主義者 他堅持跑三個市場 賣其心中最棒的食材 大廚開工 不擅長廚藝的子起 只能幫忙洗洗菜 我現在炒米粉 來 吃吧 瑞松老神在在 無聊的打手遊 殺時間 瑞松特別交代兒子 得剪個帥帥的頭髮 來上誰來晚餐 但父子的審美觀 似乎不太一致 那他為什麼挑你不挑我 怎麼這樣 你那麼老要怎麼挑 你好笑 不行 那麼多頭髮好看的 怎麼不挑 為什麼我挑到你 知道嗎 是我爸這種意 這時候 謝家的獨門米粉即將上桌 米粉啊 雞湯還有蔥頭 我那天自己不要沖口 因為沒辦法炒 就拌一拌 這鍋子小啊 等一下有辣椒醋 要吃重口味的自己加 因為我都吃很淡 何漢先來試味道 覺得不夠辣 瑞松順著兒子幫忙加辣 嘴裡又一邊唸他吃得太重鹹 媽的啊 他一餐就要一千塊啊 一根一吃而已 這一根一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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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小嘎樂 小嘎樂 下個月會下個月 對老爸講了媽的 我命中快被你收去 留著慢慢吃 不要一直吃狂瓜 洗腎萬久了 很多靠靈的東西都不能吃 然後除非 有些像那個護理師 他們有特別強調的東西 我就一定不會去吃 比如說羊桃 那絕對不能吃 對吧 然後還有內臟的部分 和漢指定的檸檬蝦 一連有獨門功法 這樣才會入味 洗腎得忌口的和漢 很久沒吃蝦了 一連先塞了熱鍋上的蝦子 給他截嘴禪 老大 我老大了現在 不能讓他生氣了 為什麼 生氣我就走掉了 你看 爸爸就這樣威脅我 有效喔 反正小時候也沒威脅過 小時候也沒威脅過 小時候也沒威脅過 小時候我都被威脅 你小時候怎麼被威脅 你小時候怎麼被威脅 爸爸做什麼 沒有啦 玩笑話 做多次就被修理 他會用打的嗎 會喔 心想很深 用那個橡膠都會生氣 整個臉都麻掉 你不要再髒了 要走出來 不要再留一點口 尬 尬 我講的是實話 師父的 父子忙著豆嘴 一連忙著出菜 這個是謝先生指定的 薑絲醋 牛花生 加料的客家小炒 豆干要先炒過 先炒一下才好吃 餐廳的都用炸 炸得硬硬的 還有這道客家煎豆腐 聞起來讓人食指大動 哇 怎麼這麼厲害 一道道美味的客家菜 陸續端上桌 猜猜誰是今天的神秘嘉賓呢 吳洛泉 還有孔鏘 因為我洛泉 我以前看他的書 我覺得他滿 就是 他的理念觀點滿認同的 然後孔鏘是我先生 過世的先生的好朋友 海濤師父來最公平的 為什麼只有他一個人吃吃 苦玲 因為我覺得他最控 我覺得鍋子前會來 因為我覺得他比較適合來這種 家裡這種吃一些家常便飯這樣 我猜是博恩 即將上門的來賓到底是 配樂校將孔鏘 名作家苦玲 吳若全 網紅博恩 海濤法師 還是模仿藝人 鍋子前呢 來了來了來了 鳥亭 有機車耶 有媽就不要我了 不要你了 君君吵著要媽媽抱抱 但子啟忙著給神秘嘉賓 一個Big Surprise 廣告後馬上回來 誰來晚餐 今天誰來晚餐要拜訪的是 都經歷過婚姻挫折的一家人 他們都從第一段婚姻中獲得成長 大家覺得今天上門的來賓 也是能從錯誤中學習的人 不要讓幸福恩 阿不講就交遊啊 興奮 不知道是誰 好期待 好期待 今天四大決賽 主播恩 主播恩 恐鏘 海濤 鍋子前 來 快點 來 快點 快點 這我們周董 來了 男生 你現在可以講了吧 可以 來 你好 今天的來賓是知名作家 節目主持人 土琳 土琳的第一段婚姻是師生戀 後來外遇 結束了19年的婚姻 沉起一段時間後 2015年再婚 婚後定居高雄 這次特別北上到桃園 跟謝家仁一起吃飯 我看這個家人覺得蠻有趣的 一方面他們都是客家人 那我是會講客家話的 所以我覺得有可以很好的溝通 那另外他們對於 一樣喜歡旅遊 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有共同的興趣 那他們也都是經歷過婚姻的挫折 再重新開始 那我也有這樣的經歷 所以我覺得 我們有蠻多的共同點 那應該有很多話題 吃飯的時候最怕沒有話講 那既然有這麼多話可以講 我就可以放心的來吃飯了 此起有備而來 露了一首戲曲學院裡 學的長嘴糊稻茶 這可以喝嗎 用餐前沒有信仰的苦靈 靈機一動想先禱告 閩南話都聽得懂嗎 聽得懂 感謝主 祝我吃 祝我穿 祝我穿 祝我沒用 祝我欠錢不用行 阿門 泰國蝦 我們的菜都有人指定的 不是你指定的 就是他兒子指定的 不喜歡吃蝦 泰國蝦 這位先生 你的健康狀況適合吃蝦嗎 現在狀況好的時候 趕快吃 整個不好的時候 趁這個機會 你們聽清楚 年輕人有這種思維就不錯了 這樣講也不錯 對啊對不對 能吃就是福氣嘛對不對 有種的時候 還在想什麼吃蝦 因為你是貴賓啦 因為你是貴賓啦 不好意思其實不應該夾的啦 可是我每一道 擺在你前面有沒有 好 我應該這樣有禮貌啦 好 我先讓你夾一夾 等一下我不會夾 我要顧我自己 真的喔 你幫我夾好趕快自己搶菜 對… 今天這麼多菜 一定不會吃不到人 不用擔心啊 因為你不要看我那麼 看我們那麼沒水平 可是我是很有人情味 我兒子剛剛說我沒有人情味 聽到我很傷心 眼淚都掉出來 真的嗎 你看我有沒有人情味的 苦力哥 你喔 你人情味過剩 你有沒有看 會換相 所以說你這一餐有沒有 你連晚餐一起留下來吃 宵夜啦 不是晚餐 宵夜 好不好 男主人跟來賓的自我介紹 附和瑞松自我解嘲的一貫風格 有離過分的才可以坐這裡 真的這全部都有啊 都離過啊 這裡啊 二隻從門 那也是啊 他比他老爸清出於藍 真的喔 他老爸還撐四青年 他撐不到兩年了嘛 就離分了 真的喔 很屌喔 可能要再比第二次啊 餐桌上的六個人都歷經婚姻挫折 這個話題聊得很有共鳴 人生不要怕犯錯 要怎麼樣去處理這個錯誤 比較重要 對… 就是我們婚姻弄不好 那我們 其實我們就下次再來就好了嘛 下次下次做 所以通常 我跟你 這個也許可以鼓舞大家 這個第二次結婚的成功比例 比第一次高很多 古早人說的 沒四隻咱的啦 老婆還沒死還活著 隨時還可以改姓的 對不對 這邊的錯誤 衣服破了才是自己的 可是他們年輕人體會不到 像問說還要不要再結婚 像我心裡我每天也在結婚 對不對 快樂就是在結婚 我妹妹結婚我天天還是叫老公啊 名字我都不會叫 可是叫老公很麻煩 要付錢 人家說愛到更慘了 要走出來 要有一段時間 當作他們婚姻 你們有反對嗎 反對 我們反對嗎 我們反對 一連也曾經不顧父母反對 二十五歲就嫁給小楊 他了解成長的智慧要靠自己體驗 也尊重女兒的決定 你們離婚是誰的錯 我們跟我們錯 按她什麼 她什麼錯 你怎麼錯 這樣想不到 離婚不到半年的子啟 還在離婚的傷痛裡 苦靈一問就掉眼淚 無法多說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我們都 我們都以為說 跟一個人分開 我們都以為是說 我不好 其實常常時候我們是不好 是不合適 兩個人 我們是要去找合適的人 我們是要去找好的人 要不然好 金城武一定最好嘛 對不對 一定有 國台民一定更好嘛 但是這個人是不是跟你合適 合適你就要喬 也不是碰來就會合適的 大家互相的 你接受我這一點 我接受你那一點 對不對 然後慢慢的就 合了嘛 如果實在合不起來 就不要嘛 我們再找另外一個人來合 喜慎的合汗 其實不適合吃蝦 身為爸爸的瑞松 心情相當矛盾 苦靈有感而發 不一定你期望他 他期望你可以啊 我是期望他 有沒有好好的 有沒有真實 所以現在開始了 你期望他 我期望我兒子 兒子 說真的老爸沒有什麼 就是天快快樂樂的 過每一天就好了 就算明天 老爸自從現在 有沒有講白的 你只要叫我 我都當最後一天再說 我不要想 昨天的我也別去想 明天在哪裡 我不用想 所以說現在吃 可是有沒有 你也誤到 那也是給你一個期望 說 最期望你陪著你女兒 兩個女兒 到二十歲 那是最好 那希望嘛 是不是 那希望的話 自己要有一種那種 那種內心 對不對 不要 動不動 對 有時候靠一個人會很難 那的確 對啊 我說實在我不是神 什麼都可以代理 唯有病痛 他就沒辦法代理 是不是 與腎臟病搏鬥的荷漢 也坦然地跟來賓分享 自己怎麼看待死亡這件事 當有了解到一些細部內容的時候 你看 我今天就算換了聖 我多了這十五年 時間到了 那我覺得就是 好 總結了嘛 看考試及不及格啦 反正最後面 我也差不多 我說實在我也不會想要再等什麼了 我覺得這個時候可能我就選擇安寧了嘛 為什麼別人洗身看起來都 漸漸剛剛正正早上 我心裡我也很不爽啊 冰成我 洗身洗到腳會萎縮 一堆病發症 全部都在我身上 為什麼是我 想辦法強迫自己去接受去面對 其實你講到這裡有沒有 老爸也是要請你當老師的 因為我也要了解你 現在的心態有沒有 想的是什麼 我只是覺得我現在不是一個正常人而已啦 沒錯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 你不是正常人 第一個你不要傷到別人 老爸常告訴你一句話 事在人為 完完全全覺得不要去怪罪天地 或是別人這樣 沒有啦 這不會去怪啦 老爸的心裡講 第一個 健康起來 第二個 要不然就你所講的 好好的走 人生都是這樣 老爸現在也是一樣 只是說你真的是年輕了一點 小孩子小 老爸過一小時不講你 什麼都是一樣 我的善待自己每一天就好 人生碰到很多事情 也不是我們可以選擇 不好的事情 我們當然覺得為什麼輪到我 問題是 也還有比我們更不信任 對啊 其實就是有想過 比我更慘的人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不管說婚姻也好 不管說我們的人生也好 我們都有得到第二次的機會 都可以重來 都可以再生 你有第二次的機會 你們現在把握了你們的第二次機會 你將來也可能有你的第二次機會 那你們兩個正在經營你們的第二次機會 所以我覺得 對啊 給自己機會 然後人生就可能會 好的事情就會到的 所以 不要放棄對美好的追求 就真的 其實我的心裡 就是每天都當最後一天在過 因為現在誰知道 搞不好人家出去 就沒了 但是如果我今天離開的時候 心裡是快樂的 我這一生就是快樂的 所以 我們今天得到這樣的結論 得到這樣的共識 大家聊開之後 才知道一連當年 也是勇敢追求幸福的新女性 講來講去要說我追她 因為她 你不要看她 這個那個什麼 你們像個不像 一表人才 不是一表人才 這麼土 然後又講話那麼多 我被她嚇到 我倒追她 對不對 你不主動沒機會 我吃了41歲才 第一次對人家 這什麼叫戀愛 可是你 那不錯 那這樣我下個月跟我太太來 陪你們兩位去登記 你看 登記什麼 登記什麼 那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人啊 我常講過就活在當下 畢竟每個人還有每個人的路走 什麼叫老伴 像剛剛他們這樣講 其實我還是那一句話 事在人的 你自己看不開就開 看不開 你要鑽牛腳尖 沒有用的啦 我們相處的模式 已經建立了十幾年 也不用再去那個 那重點是 要怎麼講 所以男生 我說你不相信嗎 是不是 我不是忌諱 我是覺得說 這樣相處的模式 就很好了 有時候我嫁一個 就會走一個 對不對 所以還是不要這樣 不是 她是為了保住 不是 性命 不是 一個人 一個人真的要知見面 我自己到現在的體悟 就是三都 都是的都 一個都就是都可以 不一定說 人不要執著說 我非要怎樣不可 非要那樣不可 非要結婚不可 非要什麼不可 就你 那你要不到你就會很痛苦 所以盡量的隨意而安 那第二個都就是說都不容易 其實我們替每一個人設想 大家都不容易 我們很容易平常 你怎麼做得那麼爛 你這任務在搞什麼 可是如果你到了那個位置上 你就知道說 原來是不容易的 所以 我們多體諒人家都不容易 那第三個最重要是 都會過去 其實你再大的痛苦 再多的那種 憤怒啊悲哀啊 其實隨著時間它都會過去的 所以你的傷痛 你的那種心酸它其實都會過去 所以 你還是可以回復到原來很好的 像我以前都以為 我每次失戀都有 我活不下去了 結果到現在還是苟且了 我生活到現在 這樣才做今天的結論 我們的人生永遠值得 第二次的機會 好不好來 舉杯 好 謝謝 時代不一樣了 現在沒有離婚的不正常 沒有離婚 對我來講 這個這樣的美味 也不是常常可以品嘗到的 那但是更讓我感動的 就是說 這一家人 就是彼此互相的扶持 其實可以給大家做一個 很好的榜樣 就是說 其實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坎 那人生 每一個人都值得 有第二次的機會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我自己也來 我覺得這不需此行 那今天小孩子 這樣碰到這種身體 我相信 他也有問題 為了他 他也給他打呼了 那我也希望說 小孩子能接收到 也能悟到 也能做到 這才是重點 關於我的婚姻的話 學習到 就也主要就是 我先生的健康就是 可能要先也是 要先好好的就是 養好身體這樣子 對啊 然後才能 婚姻的話 因為覺得我一個人要扛起 就是照顧他們三個 也其實 說真的也蠻累的 離婚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下是還蠻 責怪自己的這樣 所以覺得 是不是我 我不夠好這樣 但後來他講到 一個點是說 其實不是我不好是 因為我們真的沒那麼適合 我覺得他也很有勇氣 那我也很有勇氣 雖然不同的記憶 可是人生的一個 起伏階段有沒有 不同的一個樂歷 現在能夠跟謝大哥這樣 一起生活下去 我覺得已經很知足很滿足了 謝謝 謝謝 武林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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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